歡迎收看小熊老師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來介紹這個平行四邊形 在學完平行之後來認識一下平行四邊形 平行四邊形有幾個性質 我們一個一個來介紹 讓一層一層的來推論 讓大家知道說為什麼這樣子就會是平行四邊形 或者說平行四邊形為什麼會有這種性質 來看看第一個顧名思義 平行四邊形的定義要兩方對邊各自平行 這個我們就不證明了 因為就是這樣子的東西我們才叫平行四邊形吧 這是我們對他名字的定義 兩雙對邊各自平行 第二 那平行四邊形兩雙對邊各自相等 第三 平行四邊形兩組對角各自相等 然後這個兩組靈角互補 那這個關於兩組對角各自相等和兩組靈角互補 這個部分實在太簡單了 所以我們很快的就說明一下 因為它是兩雙對邊各自平行的才是平行四邊形 所以你看我現在畫了一個平行四邊形 這一條跟這一條平行 所以這兩個是同側內角互補 沒有問題吧 上面跟下面平行嘛 這是同側內角互補 那左邊跟右邊平行 所以這是同側內角互補 那同側內角互補 那所以其實很容易就會發現怎麼樣 對邊是相等的 然後對靈角是互補的 可以嗎 那要注意這一點 我說這個 這裡 我這個打叉叉不是說 他不對喔 而是怎麼樣呢 平行四邊形兩組靈角會互補 沒有錯 可是我們剛才所介紹到這三個條件 兩雙對邊各自平行 兩雙對邊各自相等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證明 然後兩組對角會相等 還有包括我們剛剛這個 任兩組靈角互補 這四點都是說 平行四邊形的話 就會符合 就會有這些性質 而且反過來 只要有這四個性質的 他也一定會是平行四邊形 那你看喔 我們如果今天我已經知道 任兩組靈角互補了 任 也就是你隨便挑兩組靈角都有互補 所以這兩組有互補 這兩組有互補 那當然這兩個就相等 對不對 那因為這兩個互補 就可以知道這兩條平行 這兩個互補就可以知道這兩條平行 那所以他是平行 兩雙對邊各自平行的 平行四邊形 對 但是呢 如果 那所以同樣的道理 只要他的這個對角有相等 也一定可以證出來 因為你對角相等馬上就可以 推論是零角互補 這樣子 因為這個四邊形內部是360 所以兩組對角相等 那所以那個圈圈加XX合起來360 的話那一圈一插就是180 那我就可以證明這邊是平行的 然後就可以在一樣的道理 可以證明這邊平行 可是剛才這一個 你看我們這個打X的這一個 有 我後面這個是認 前面這裡是有 有兩組靈角互補 如果我只是有兩組靈角互補的話呢 那他不一定就是平行四邊形 因為他可能是什麼 T型 T型也會有兩組靈角互補 這個是不是也跟這個互補 然後這個 是不是也跟這個互補 對不對 可是他是平行四邊形的 不是 所以不能夠是有兩組靈角互補 要認兩組靈角互補的才會是平行四邊形 當然平行四邊形也一定會有兩組靈角互補啦 只是說他不能反推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留下一個XX作為記號 就表示說他不能反推 那凡是沒有寫的或者是打圈圈的 他就是其實可以反推喔 可以嗎 然後來看他的第四個性質 也會有一組對邊平行而且相等 會有一組對邊平行而且相等 那包括上面這個兩組對邊各自相等呢 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來證明 就是證明這個全等 什麼的全等呢 我拉一條對角線 我拉了一條對角線之後 因為我們現在先設定是他是平行四邊形 他是平行四邊形要證明兩雙對邊的相等 要證明一組對邊平行且相等 那同樣的我們也可以證明兩組對角相等 可以用這個方式再證一次 那我拉了對角線之後呢 因為他已經知道是平行的了 所以這邊是內錯角 這兩個角要注意這一點喔 大家在寫這個推論的時候要注意 這兩個角會相等 因為內錯角相等 他是基於這兩條線的平行 這應該都沒有問題 但是但是 這兩個角的相等 也是內錯角相等 但是他不是因為這兩線平行喔 他是因為這兩線平行 有看出來嗎 你看喔 這個綠色的 綠色的 他是這樣子的 對不對 我這兩邊我就隨便畫好 長度不重要 對不對 但是橘色的呢 橘色的這兩個差呢 他是這樣子的 對不對 所以要區分出來喔 橘色是因為這兩個平行 所以他才是相等的 那我們在這裡都不寫這個證明過程 來節省一下時間 那這樣子呢 因為橘色角跟橘色角相等 綠色角跟橘色角相等 共用這個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三角形 這個 ABC 給一下名字好了 三角形ABC會相似於 A是綠色角 在ABC裡面 A是綠色角 所以三角形ABC會全等於三角形CDA ABC 我寫在這邊 可以嗎 那因為全等我正出來了 所以我就可以來去取得我剛才的這些性質 那所以怎麼樣呢 這個 我有一雙 兩雙對邊就會相等 因為全等嘛 對不對 所以對應邊是會相等 所以第一個知道 平行四邊形的話 對兩雙對邊 兩雙對邊會相等 第二個 兩對角會相等 因為這兩個角是怎麼樣 這個對應角 那這兩個角本來也就相等嘛 全加差 所以這個也知道 那一組對邊平行且相等 這一組有沒有 他是平行而且等長 那這組也是平行且等長 可以嗎 那注意看這裡 我這個說 我剛剛說到 我們除了剛才那個打差的以外 其他都可以反推 換句話說 我假如知道有一組對邊平行且相等 現在我們反過來 假設我不知道ABCD是平行四邊形 好 那我們把剛才的推論都先圖掉 假設我不知道ABCD是平行四邊形 但是我知道第三個 一組對邊平行且相等 如果是AB和CD好了 我知道這一組對邊等長 而且又平行 那基於他的平行 我就可以知道 這兩個角相等 這個就是我剛才為什麼要提醒你們 綠色的是這兩條 橘色的是這兩條的平行 因為這個時候題目給的平行如果不一樣 你要用的是不同的角 要不然是錯的喔 所以呢 基於 AB平行CD 我可以知道這兩個小相等 那因為題目又講了他等長 所以我又知道這裡等長 那因為這裡又共用 所以這個時候是SAS SAS SAS 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他們 我又可以證出這個全等 那當我證出全等了之後呢 這一組 是不是就是對應角相等 那這個對應角相等 就可以讓我證明 BC也有平行於AD 對不對 內錯角相等 就可以反過來證平行 那所以一組對邊平行且相等 也可以用來證平行 那同樣的兩雙對邊相等 我很快的說明 既然這邊跟這邊一樣 這邊跟這邊一樣 這裡又共用 這是SAS全等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又取得了 綠色等於綠色 橘色等於橘色的對應角相等 然後又可以再利用內錯角相等 證明這兩條平行和這兩條平行 是這樣子 如果我講的有點快 那這個你聽了有點懷疑 是嗎 我還沒有聽清楚 那就按暫停 重聽一次 那我們在這裡呢 就說明了剛才這裡介紹的 平行四邊形 兩雙對邊平行 這是它的定義 兩雙對邊各自相等 兩組對角會相等 任兩組靈角都互補 那這個都是平行四邊形 會有的性質 而且都可以反推 一組對邊平行且相等 也可以反推 而且只要一組 有平行且相等就可以了 那在這裡留意 如果我是一組對邊平行 而且一組對邊相等 它跟上面這條不一樣 上面是我有一組對邊 他們平行而且相等 就像剛才這樣子 這個AB等於CD 而且AB又平行CD這樣子 那如果是說一組對邊平行 而且有一組對邊相等 那很有可能相等的不是 不是平行的那一組 可能不同組 那麼同樣的如果是這樣的情形 它就不能夠反推是平行四邊形 為什麼呢 因為它也可能是等腰T型 一組對邊平行 另外一組對邊相等 對不對 那麼來看第五個條件 等於要平行四邊形 平行四邊形會有的另外一個性質 這一點很重要 是兩條對角線互相平分 平行四邊形如果拉出兩條對角線的話 會互相平分 那這個我們在這裡也快的證明一下 因為我已經知道它是平行四邊形了 所以是不是這個角會跟這個角一樣 sorry 這個內錯角相等 這個角會跟這個角一樣 這個角會跟這個角一樣 對不對 然後因為它是平行四邊形 根據前面的證明 我們已經知道它對邊會相等 這個是AASA的全等 所以上面這個三角形會全等於下面這個 可以嗎 那既然全等的話 對一邊來注意看喔 這很重要 對一邊是綠色對過來是這一段 那這個的綠色對過來是這一段 所以這一段會跟這一段等長 雖然我畫的有點隨性 看起來沒有那麼等長 但是它如果是平行四邊形的話 那這一段會跟這一段等長 同理呢 橘色的這一段 會跟這一段等長 也就是說 這兩個對角線其實把對方完全平分了 可以嗎 所以平行四邊形兩對角線平分 那如果我反過來 我說我已知它兩對角線有平分 那這很簡單 橘的等於橘的 這個等於綠的 然後怎麼樣 對頂角相等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又可以正全等 正了全等之後 又可以知道這個角等於這個角 這個角等於這個角 而且這邊等於這邊 一雙對邊平行且相等 那所以它是平行四邊形 那如果是老師的話 其實可以從這裡開始 可以試著讓學生自己去推那個反正 順便讓他們練習幾何正名 這樣子 那 所以呢 如果是平行四邊形的話 這個一組對邊會 兩條對角線會互相平分 那也從這裡可以推論出來 因為這個 互相平分就代表這個焦點 是這一條的終點 那所以這塊面積會等於這塊面積 因為它的底在同一直線上 然後高就對到同一個頂點 所以 對著色的斜線的這個綠色跟空白的這個是等面積 那這兩個也會等面積 這兩個也會等面積 這兩個也是等面積 所以其實你現在看到的四個小三角形是 四塊等面積的三角形 來 所以對角線切出的四個三角形面積是相等的 這一點也是 平行四邊形會有的特色 那麼 反過來說 是不是 對角線切出四個面積相等的 都是平行四邊形呢 我是不是任意畫一個四邊形 我故意亂畫 那我現在如果告訴你 我跟你說 它對角線切出來 結果這四塊的面積有一樣的話 它是不是就是平行四邊形 也就是說如果你很明顯看出來它不是 那是不是代表它不可能 這四塊面積會一樣 想一想 想一想 按個暫停想一想 我要講了 因為我們今天要介紹的蠻多的 就不閒聊了 但是希望大家能夠想一想剛剛這個問題 是不是四個小三角形面積一樣 它就一定是平行四邊形 那我可以告訴你 是 如果你剛才有瞄到的話 其實我這上面有打籤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它可以反推 為什麼 為什麼 對不對 如果你剛才還沒來得及想 我都給你吃 為什麼 那所以我剛才讓你想一想的時候 不是要你去猜說 嗯嗯是 嗯嗯不是 不是啊 我要你們想就是要你們去想 為什麼吧 要不然沒有什麼好想的啊 拿骰子 拿銅板來一丟兩邊 就決定了 那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道理並不難 如果今天把這邊遮起來 我把這邊遮起來跟你說這兩個面積一樣 因為他們對到的是同一個頂點嘛 對不對 這一塊三角形跟右邊那一塊上面這塊三角形是對同一個頂點嘛 所以高會一樣嘛 那如果我告訴你這兩塊面積一樣 是不是告訴你這一段跟這一段等長 同樣道理 這兩個面積一樣就代表這一段跟這一段等長 那是不是告訴你這兩條線被互相評分 對不對 那所以是不是說這個四邊形它對角線有互相評分 那所以它是平行四邊形 所以一個四邊形如果對角線能夠切出四個面積相等的小三角形的話 它其實就是平行四邊形 這點值得留意的 這點值得留意 來看下面 要注意這件事情 平行四邊形的對角線不一定是角平分線 不一定是角平分線 但是如果角平分線都平分兩個頂角的這個 這種四邊形它一定會是平行四邊形 而且這樣子的這一個平行四邊形 要注意喔 要都平分喔 只平分一組的不見得是 不是喔 如果要都平分 它的對角線如果成功的平分了它的兩個頂角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現在有一個四邊形 那我也是隨便畫的 如果我這樣切過來這條對角線 就成功的把這裡分掉了 然後 這裡這個對角線也成功的把這裡分掉了 那麼我可以告訴你這個四邊形怎麼樣 一定就會是平行四邊形 而且這個時候它一定就是零形 為什麼 為什麼 那我們來證明一下 那 如果今天 這個對角線都平分了它的兩個頂角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來證明這件事情喔 如果今天有一個四邊形 它的對角線都成功的平分了 這個頂角也被這條對角線平分 然後對面這個也被這條線平分 那為了表示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不是平行四邊形 所以你看我這邊打圈圈 這邊打叉叉 好 就是我假設 我先假設它們搞不好不見得是同樣的角度 對不對 好 那如果我這一條對角線也平分這個角 然後這一條對角線也平分這個角的話 那一樣喔 我這個寫1 這個寫2 那這樣子的話呢 首先在這個四邊形裡面 整個大的四邊形裡面 是不是兩個1兩個2兩個圈兩個X 是360 內角合嗎 換句話說怎麼樣呢 1加2加圈加X 等於180 那我寫一下 符號 在平行四邊形ABCD中 跟正喔 我們不能寫平行四邊形 在四邊形ABCD中 因為還不知道它是不是平行四邊形 好 在四邊形ABCD中 我已經知道1加2加圈加X是180 那這樣子的話呢 接著在 三角形ACD中 你會發現怎麼樣 你會發現怎麼樣 1加2加圈加圈是180 對不對 那所以你就可以馬上得到什麼 圈等於X 同理 同理 1.2 是不是 好 那所以這樣我馬上就知道怎麼樣 我馬上就知道說呢 其實兩雙對邊是平行的 兩對角是平行的 因為圈等於X嘛 所以圈圈等於XX嘛 所以角 ADC 等於角 ABC 角 A BAD 等於角 BCD ABCD是 平行四邊形 因為這個比較特別 所以我就把這個證明寫一下 可以嗎 那我一旦知道它是平行四邊形的時候呢 我就知道怎麼樣 我就知道它的兩對邊是相等的 兩對邊是相等的 你又跟我說這個圈等於X 有沒有 圈等於X 那麼代表AB會等於AD嘛 對不對 那所以我就可以知道它其實四邊都相等 OK 所以其實這個圖真的是畫的 不是故意要畫成菱形 因為它就是不是菱形 那它四邊相等它應該是菱形 這個時候呢 其實它的 對角線會互相垂直平分 它的我們平行四邊形的話 對角線是平分 那如果菱形的話 它四邊會相等 它對角線會垂直平分 因為這樣子的時候 這邊等於這邊嘛 這個是他們的 這個 中垂線上陣一點到線段兩端等距離 反過來說 到線段兩端等距離的點 一定在中垂線上 對不對 那因為我又知道這個是中點 平行的話這個是中點 所以這一條就一定會是中垂線 好 雖然看起來有點不像 可以嗎 那這個我們之前都介紹過 如果是平行四邊形的話 會有所謂的面積交換的特色 定理或性質 就是說 我這次一個 矩形也是一種平行四邊形 因為矩形的兩雙對邊也互相平行 互相平行而且也相等 那這裡這條矩形這條線狠狠斜的切過來 或者說平行四邊形的一條對角線切過來 那可以想像這兩塊面積一定是一樣的 因為同低等高 那這兩塊面積會一樣 如果今天在這個斜斜的平行四邊形裡面 我用這個來當一邊產生一個平行四邊形的話 那麼你會發現呢 這個三角形的面積也剛好是這個大的平行四邊形的一半 為什麼 因為一樣用這個當底 一樣用這個當高 平行四邊形是底層高 這個三角形是底層高除二 所以這塊三角形呢 它既是 BEF珠的面積的一半 也會是 ABC珠的面積的一半 那所以其實BEF珠跟ABC珠的面積是一樣大的 那這個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所以在這裡很快的再講一次而已 那這個叫做面積交換 如果有一天你看到這個詞的話 它是指這件事情的 那最後這裡有一個問題來問大家 我們之後再來跟大家討論 有一個平行四邊形ABCD如下 我現在已經知道我可以在 AB上 找到一點P 給大家好 我可以在AB上找到一點P 怎麼樣呢 只要我連接PCP珠就可以讓這塊 PC珠的三角形面積就會是二分之一的 四邊形ABCD的面積了 問你是不是這樣 就代表ABCD一定是平行四邊形 好 再很快的重申一次這個題目 我現在有一個四邊形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平行四邊形 ABC珠 我如果可以在C珠的對邊 也就是AB上面找到一點P 使得這個連起來的三角形C珠P面積 剛好是四邊形的一半的話 那是不是就代表這個ABCD 是不是就代表這個ABCD 它就一定會是平行四邊形 是還是不是 大家想一想 大家想一想 那如果是的話為什麼 如果不是的話怎麼樣改它就會是 也可以去想這個問題 那麼呢 這個我們這堂課上到這裡 然後這是這一次的作業 有一個三角形在平面坐標中 有一個三角形 請另外找出某個點 某個點 那能夠怎麼樣 跟它產生連起來就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比如說一個平行四邊形在這邊這樣 那如果你找得到不只一個 那就要把它們都找出來 這個是很常見的折紙片的問題 把上面這裡B點如果折下來到E點的話 去求DF查 下面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我本來想要在深角形那一張 就是前面那一張來教 但是我後來發現要證明的時候要用平行四邊形的方式來證 所以我都挪過來這邊 那你就在這裡提醒你們 這個推論的過程會用到平行四邊形 想一想要怎麼用 請證明有一個深角形ABC D是BC的終點 那我連接AD之後是不是 AB加AC一定會比AD的兩倍大 好這樣子 OK那今天是到這裡